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叫加边沟,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那里的三千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恶而死,最终仅数百人生还。 多年以后,一位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倾听他们的回忆,记录他们的过去。 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请听系列纪实作品《家编沟记事》,作者杨显慧,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播讲聂梅吕鹏。 看完尸体返回的路上,我问四季才,这事怎么办? 四季才说,我调查调查。 我说,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还要调查吗? 他说,那要有证据,是他们干的呀,否则他们不承认怎么办? 我又说,他们承认了,你又能怎么办? 四季才沉默地走了一见,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 你说能怎么办? 杀人偿命,借债还钱。 可他们动的是死人呐,法律上有这方面的条文吗? 我也想不出个办法来,但我说,总得想个办法吧,得制止这种行为。 四季才说,我查清了情况,汇报赵队长,叫他处理去。 你说好不好? 我说,好。 事情后来的经过,是这样的。 四季才分头找了那几个人,单独谈话,连哄待下,他们便承认了。 四季才呢,就报告了赵队长。 过了一天,我们在窑洞里坐着,赵队长和食堂的两位锤士员闯进来了。 我们的窑洞很低,大概一米五那么高。 赵队长进来以后呢,抬不起头,弯着腰往私下看着,大声地贺问。 魏长海,魏长海在哪? 其实呢,魏长海就在他跟前坐着,但他不吭声。 大概是和四季才谈话之后,他知道事情不妙。 从昨天到今天,再也不外出了,蹲在窑洞里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不时地讨好的与其他人说话。 此刻,他的脸色变成了死灰的颜色。 但是,其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指着他说,这不是魏长海吗? 赵队长的眼睛已经适应了窑洞的黑暗,认出了魏长海。 他狠狠地骂了一句,好你个熊,你在这儿坐着呢。 魏长海慌忙站了起来,站起来的时候,头碰在了窑洞顶上。 哎呦叫了一声,说,赵队长,你找我有啥事? 赵队长没理他,牛脸对那两个吹噬员吼道,给我捆起来。 在右派农场里,能在食堂当吹噬员的人,都是队长的亲信和打手。 赵队长说声上,他们便扑上去把早就准备好的麻绳往魏长海的脖子上一搭,把两条胳膊一颤,往后背上撅过去。 其中一个吹噬员,把膝盖顶住魏长海的后背,双手一用力,省着刷的一声响,魏长海便尖叫着缩成一团,跪倒在地。 作为老公安呢,我可知道这一生的分量,不要说魏长海长期挨饿受累的身体,就是江阳大盗,作案惯犯,也禁不住这一生啊。 往常管教人员,捆人打人,是没有人敢站起来说话的,但此刻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有些人已把个人生死看淡了,置之度外了。 所以听着魏长海杀猪般的令人心缠的嚎叫声,有个人斗胆的问了一声,赵队长,他做啥坏事了? 你们这么困人? 赵队长不理会,朝着魏长海瞪圆了眼睛喊,狗日的,你敢吃人? 人们一惊,又问,什么吃人? 赵队长,你说的啥意思? 赵队长仍然不理他们,仍然喊,狗日的,没救王法了,敢把死人挖出来, 心肝肺肺煮着吃。 腰洞里,突然沉寂了,是死意般的沉寂,人们你看我,我看你, 继而嗡的一声,惊叹声,骂声,议论声,就响成了一片。 哎呀,还真有这种事啊,难怪他不服宠,原来是有原因的。 一片嗡嗡声中,赵队长吼着说,狗日的,不是吃了一个人,吃了几个,无法无天了。 他走上前去,狠狠地踢了几脚,又骂,狗日的,你敢吃人? 魏长海缩作一团,连声惨叫。 赵队长,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后来,赵队长说了声拉出去,那两个锤士员就像啼笑机一样,把魏长海从窑洞后扔出去了,随着咚的一声响,传来一连声的惨叫。 这天捆起来的,除了魏长海,还有铁路局的那两个小伙子,他们被关在赵队长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地窝子里。 赵队长的办公室也是地窝子,只是扇了顶,安装了门板,还升了一个火炉子。 这三个人的残忍行为,轻刻间传遍了齐连山下的两道山水沟,震惊了全体的老叫犯。 这天下午,没有人出去找食,人们或坐在窑洞里,或居在窑洞外的太阳地里,像是开会一样,谈论着魏长海等人的事情。 他们先是无比震惊,义愤填膺,斥骂魏长海等人,无法无天,道德丧尽。 接着,就又讨论该怎么样处置他们。 有的人说,应该处以急刑,枪毙,有的说应该把他们正式判刑,送到印马农场去劳改。 但是有人提出了异议,魏长海犯什么罪了? 他杀人了吗?他抢劫谁了吗?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了吗?他犯了哪家的王法? 于是,大家的讨论变得复杂而又冗长。 我没有参加人们的议论,魏长海的事情是我发现并且报告领导的。 但是,看见崔世元把他捆起来,赵队长那么凶狠地踢他,他击厉地惨叫。 我已经可怜起他来了,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 经过短时间的争论之后,大家讨论的议题转到了道德的范畴。 大多数人都认为魏长海没有犯法,只是违背了人类生活的道德法则。 而道德问题是个更为复杂,更加难以辩明的问题。 有些人说魏长海天良丧尽,诸狗不如,应狠狠地整治。 但有人呢,对此持有意义。 师大历史系一位姓张的教授引经句点地说, 古人云,苍林族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智者,自古极今,魏长文之。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 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 这些以血肉鸣刻的历史,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 逼迫以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心怀触涕的反省。 系列纪实作品,家编沟记事,正在播出。 往常躺在窑洞里边熬时间,时间过得很慢,慢得让人难以忍受。 肚子咕咕地叫,但吃饭的时间还很遥远。 这天的下午,时间却是在人们的议论声中,不知不觉地划过去了,天已黄昏了。 窑洞里现在已经很暗了,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声, 哟,快到吃饭的时间了。 人们这才停止议论,各自准备碗筷,准备去食堂打饭。 但是,我一点也没感觉到饥饿,我的心已经开始隐隐作痛了。 魏长海在地窝子里关了四五个小时,领导还没有把他放出来。 以我的经验,他的性命已经危在旦夕了。 五花大绑的人,绳子勒住了两臂的血管,血脉不通,时间一长,双臂就会肿起来,脸胀得像猪头一样大。 这时候,不马上松绑,双臂就会残废,时间再长,人就要死亡。 我的确是担忧的厉害,并对窑洞里的人们说, 喂,你们谁去找一下赵队长,求个情,把魏长海放出来。 再要是不松绑,就要出人命了。 我连着喊了两遍,没有人应声。 后来,我对张教授说, 咱俩去找找赵队长吧,求求情,把魏长海放了。 张教授翻了翻眼皮,躺着没动。 后来,人们就都拿着碗盆去食堂了。 我不再叫人了,我明白,经过长期的劳累和饥饿, 人们的心都变硬了,变冷漠了。 尤其是近一段时间,他们已经看惯了同时的伙伴, 一个又一个的倒闭,一个尸体接一个尸体的被抬出去。 他们连自己能不能活着离开明水都不知道。 他们的同情心已经消磨殆尽了, 他们没心思去管别人的事了。 可是,我不能不管。 魏长海是我举报的, 如果他死在禁闭室里, 我就是杀人犯。 只要我活着, 罪恶感一辈子都会折磨我的心灵。 就在大家议论魏长海的时候, 我反复思考了, 魏长海是做得不对, 但他不应该死。 我顾不得吃饭了, 跑去找司机踩。 我和他一起去了队长办公室, 要求赵队长把魏长海等人放了。 我们走进禁闭室的时候, 看见魏长海正在往地上撞头, 因为血液不能流通, 他的脸肿了, 难挨的痛苦折磨的, 他把头处在地上。 我们解开绳子, 他连路都走不成了, 他的胳膊根本就不能动了, 肿得像水腕粗, 而且改变了颜色。 我们扶着他, 回到窑洞。 他的胳膊过了两个星期, 才恢复功能。 开头的一个星期, 他的手连饭盆都端不住, 我给他打饭, 用小勺吠他。 他感激我, 感激得涕泪双流。 他不止一次地说, 老李,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感谢你, 我将来一定要报答你。 他许愿将来要报答的话, 我只当是耳旁风, 根本没放在心上。 那时候, 全农场的右派都已经陷入绝境, 饥饿每天都扼杀着生命, 身旁的伙伴一个又一个死去。 他们晚上入睡的时候还活着, 天亮的时候再也醒不来了, 永远都醒不来了。 我自己也不敢说, 我还能活几天, 谁还能把某个人说的某句话当真的。 再说, 他是那样一个人品低下的无耻小人, 我根本就不想跟他长久来往。 但是, 他把我当成了真正的救命恩人, 知心朋友。 那是他的胳膊恢复健康不几天的事, 记得是12月2号的一天上午, 他把我叫到窑洞外边没人的地方, 很神秘的样子跟我说, 老李, 我跟你说件事, 我要走了。 我惊了一下, 我明白他的意思, 是说他要逃跑了。 但我很冷淡的说, 你跟我说这事干什么? 他说, 真的, 老李, 我真的要走了, 再不走, 就要饿死了。 我还是那个人。 请登陆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 听东方.com查询收听。 这种口气。 不要说了, 你不要说了好不好? 你走不走, 我管不着, 你走了, 我也不去报告, 你放心吧。 我当时理解错了 以为他是怕逃跑以后 我去报告 怕把他追回来 才在逃跑前 跟我说这些话的 让我不要报告 谁知道 他竟然说 老李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叫你跟我一起走 当时我愣住了 说心里话 在明水这一段日子 我的心里的确产生过逃跑的念头 但总也下不了决心 我是这样想的 我1948年参加革命 那时候才16岁 我当时是抱着推翻旧制度 建设一个新社会的狂热理想 参加革命的 我参加了解放战争 还去过朝鲜 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美国的炮弹炸断了我的肋骨 我立过二等功 就是在定位右派之后 我还想着经过艰苦的劳动改造 求得党的谅解 回到革命队户里来 所以我还不想跑 我要是跑了 那就是放弃了革命的理想 什么光荣的历史啊 我的未来的前程啊 就全都丢掉了 我的确不愿做一个 没有革命理想 庸庸俗俗过一辈子的人 但是不跑吧 眼看着就要饿死 我也真是不想 落下一个这样的下场 我愣了一会儿 思想剧烈的斗争 还是下不了决心 我说 要走 你就走吧 你放心 我不去报告 可是我不想跑 我十几岁参加革命 现在却要当革命的逃兵 我实在不甘心 他说 哎呀 老李呀 你怎么这么傻呀 到现在还抱着革命理想不放 你是什么革命者呀 人家早把你从革命队伍里开除了 你已经是阶级敌人的劳教犯 你还一厢情愿的做好梦啊 杀媳妇等汉子 在加冰沟 劳教的两年半里 我的革命理想 的确是磨灭的差不多了 但是我想 我终归没反对过革命 没做过对革命不利的事情 我被定为右派 是很委屈的 我想 党就是不给我平反 也总是要给个出路的吧 所以我就说 我是不再做好梦了 但是 总有一天 会把我放出去吧 总会给一条活路吧 他说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什么时候释放你呢 劳教到哪一天才能结束呢 你能等到放出去的那一天吗 老李 走吧 咱一块走吧 世界上的事情啊 并不是好心总有好报的 可能你等不到释放的那一天就饿死了 你说 你死了不是白死吗 有什么价值啊 人活到这个世界上来 就只能活一辈子 死也要死的有价值 在战场上 和敌人一刀一枪的干 死了是有价值的 你死到这山水沟里边 有什么价值 不觉得冤枉吗 我沉默了 魏长海的话 就像是拳头 一拳接一拳的 打在我的心窝上 两年半以来 我的灵魂 就是为这些问题 而煎熬着 扭曲着 痛不欲生 我曾经几次 想到过一死了解我的一生 看我不说话 魏长海又说 老李 你是个好人 我才劝你跟我一起走 要是别人呢 我才不管他呢 死掉就死掉去 关我什么事啊 你可不要打错了主意啊 老李 咱们一起走吧 魏长海的话 终于让我动心了 我说 老魏 我怕是跑不出去 我的腿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 走几步就发转 身体也虚 没那个体力啊 他听出我的心思来了 提高嗓门说 我早就知道你的腿肿得厉害 走不动路 所以才叫你跟我一起走 你真要是走不动了 我可以帮一帮你 我苦笑一下说 帮我 你怎么帮我 我真是走不动了 你说 你怎么帮我 你是能扶着我走啊 还是背着我 他似乎是没有料到 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愣了一下说 背你就背你 你以为我背不动吗 说实在话 老李 我的身体 也比两年前差远了 但是我想在临走前 还是要叫上你 让你一起走 你救了我的命 如果你真的愿意和我一起走 我就一定要帮助你 就是掺着扶着 我和你一起回到兰州去 他的话 说得很真诚 我怦然心动 并且 十分感动